那我现在是来到了 丰台区马甲铺东路 阳桥70号的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那么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通报的新增的 丰台区两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刘某某和尹某某呢 就都是我身后这个单位的员工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 这个单位研究中心的门口呢 是有两名保安把守 整个呢已经大门紧闭 紧留下最右侧这个位置呢 一个小小的出入口 外侧全部用锥筒隔离 并拉起了警戒线 严格地排查登记 研究中心是什么时候关的呀 昨天 昨天早上 昨天一早就关了 之前是正常是吗 对 同时呢我们在现场 也可以注意到 在我们的这个左手方呢 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呢 正在搭起这个帐篷 他现在那大帐篷是在干什么呀 现在咱们要做一个这种指手 为什么呀 咱们现在不是封闭了吗 就是现在这个中心 已经是完全封闭了 对 他们上班的人也不让进了 不让出 也不让出不让进 因为咱们现在要进行研究 要做核杆检查什么的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呀 这个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呢 它是肉类食品专业性的研究机构 而这个单位其中一项任务呢 就是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 和标准的制定 据了解呢 确诊的刘某某呢 就曾在6月5号到过新发地市场 进行肉类采样 东台那边来干嘛的呀 一个肉质检查中心 肉质抽到检查了 等于翻脸 翻脸 什么案板呀 还有这些刀具吧 检查后都成痒性 现在不知道是人的问题还是肉的问题 而在此之后呢 刘某某于6月9号独自骑车 到辖区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 曾出现咽痛发热 咳嗽流鼻涕等症状 自述呢 近两周有出京时 乘到青岛出差5天 那么获知信息后呢 青岛市疾控中心等相关部门呢 也立即开展了工作 并在昨晚呢 也给出了通报 刘某某呢 是在5月29号到了青岛 6月2号返京 截至6月12号 也就是昨天呢 已经离开青岛10天 疾控部门的专家呢 经过研判 排除了刘某某在青岛感染的可能 那么按照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规范呢 青岛市暂时不需要追查 密切接触者 而丰台区的另一名确诊病例 尹某某呢 则是在6月12号 也就是昨天呢 经过区级的排查 用120急救车 转运到辖区定点医院 隔离排查 样本核酸检测为阳性 经过专家的诊断呢 为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那么患者自述呢 近两周呢 无出京时 无境外人员 湖北接触时 那么在此呢 我们要再次提醒 广大市民朋友们 时刻保持个人防护意识 科学佩戴口罩 注意食品安全 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呢 及时地就近到医院进行诊疗